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二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325集,主动 二人隔着裂缝,默默地相互望着 你是谁 二人几乎同时开口 区别是让那黑袍人的声音从口中说出 带着万古沧桑与嘶哑,如同摩擦之音 而王林的话语,则是通过神识的波动 通过着墓地的意志传出 同样给人感觉如存活了无数万年的沧浪 老夫太古星辰,掌尊 那黑袍人缓缓开口 裂缝妹,王林沉默 许久没有意志传出 不管阁下是谁,还请放他们出来 事后老夫定有重谢 黑袍人呐,似皱了下眉头 听管说道 尽忠老爷 很不错的神头 扳赏之后,王林的话语通过意志传出了裂缝 落入黑袍人心神的刹那 这黑袍人身子默然一阵 毫不犹豫,右手挥起 轰然间那飘浮在上空的巨大掌音 轰轰降临,直奔裂缝 但他还是晚了一步 王林此刻融合目的意志之中 他便是这目的 这裂缝本该闭合 因外力阻止,保留至现在 可眼下随着王林心神一动 裂缝顿时就传出轰轰巨响 其内让其凝固的力量 显然无法承受这整个古墓 甚至包含了稻谷淹没残留神念之力 顿时就被挤压之下 那裂缝急速收缩 一旦收缩 王林甚至可以凭着眼下与墓地意志的融合 烙印一道封印 让这墓地若无意外 数万年再无法开启 让这里面所有进入的人 没有出去之路 断太古星辰三成之力 那黑袍人低吼中 身子向前一步迈距 临近这急速收拢的裂缝的刹那 其右手抬起 干枯的手掌再抬起了一刹那 就与那降临的掌印融合 似那庞大无比的掌印 瞬息间就融入此人右掌 在其挥舞中 直接就拍向裂缝 更是在这一刹那 这黑人的右掌 散发出一股炙热的气息 这炙热不是火 而是光 是太初之力 光芒夺目 一掌落在了裂缝 穿透而出 直奔其内 亡灵神石而去 这一掌之强 在穿透着裂缝 进入古墓的刹那 竟然让整个古墓 默然一阵 落在亡灵 那融入的一只神石上 立刻就如风暴横扫 使得亡灵神石 骤然倒卷 这一掌之力 足以灭尸 其强大的程度 已然是这星空的极限 但这古墓的意志 稻谷淹没残留的神念 岂能如此容易 就被摧毁 在这一掌透过裂缝 进入而来的刹那 从第三层内 骤然便有一声大吼 轰轰传出 这吼声外人听不到 唯有亡灵神石 融入这墓地意志内 才可听闻的清晰 吼声融入墓地意志 传入亡灵神石 使得亡灵此刻 在那宫殿内的肉身 双目爆出万丈金光 在其双目金光 乍现的瞬间 通过神石 传入其肉身的 那一吼之声 好似在他体内轰鸣一样 化作一股奇异的波动 传入亡灵喉咙 在他张口之际 吼声疯狂地传出 一吼之力 天地色变 汗动万物 风暴遮天 破森在这吼声中 喷出鲜血 身子倒卷 双臂 腹住全身 刹那间呢 其大半个身子 竟然血肉分离 全身有大半 赫然露出了 森森白骨 这崩溃的 是八星王族 古神之肉身 吼声从亡灵之口传出 震动整个墓地 那九天魔尊分身 直接崩溃 没有任何反抗的资格 远古八妃第四妃 这风情女子 喷出鲜血 舞动之前 让她避过巨手 拍击的绸缎 这绸缎呢 是远古先尊所赐 绸带崩开 这风情女子惨叫中 肉身直接爆开 冤神飞出 不知施展了什么神通 再崩溃了数次下 勉强残存下来 大荒上人 九天本尊 妙音老道 三人同时在这吼声中 吞出鲜血 肉身瞬息崩溃 似乎空玄修为 在这吼声中 也没有任何抵抗的资格 但身为空玄大能 自有保命神通 在这吼声中 三人元神存活下来 分别拿出 各自祭练备用的肉身之体 目露出滔天骇人 竟然不敢继续前行 而是毫不犹豫的后退 要离开这古墓 吼声哄哄 直奔第一张地图的裂缝而来 与那掌印直接无形碰撞 一吼之力 那掌印没有半点抵抗 如枯木一般直接崩溃 吼声更是在崩溃了这掌印后 从这裂缝宣泄而出 落在了外界 漂浮在星空中的那黑袍人的心神 这 这是 这黑袍人隐藏在袍子内的容颜 骤然大变 他身子矩阵之下 竟直接喷出了一口鲜血 其身子疯狂地后退 但仅仅退出三步 其双腿就骤然爆开 没有血肉 只有白骨 他的黑袍更是撕开大半 卷重其身子在惨叫中 积极而退 一代长尊 太古星辰最神秘之修 对亡灵施展了井中捞月之术的他 此刻如丧家之犬 骇然中 逃之夭夭 一口之力 一口之力 当年的他呀 在界内 被一人吼声退出亿万里 直接退出界内 今日他再次被一口之力所推 转眼便没有了踪迹 只是除了他之外 无人知晓 这两次吼声是一人 或者不是 这存在于太古星辰的裂缝 积极收缩 在其内部古墓中 白衣女子面色苍白 已然来到了这裂缝旁 只是他被那吼声所振 尽管以特殊的方法 保留了肉身存在 可却有了伤势 眼睁睁地看着那裂缝收缩 时间上来不及离去 你帮我一次 我也帮你一次 就在这白衣女子 近乎绝望的刹那 在她的耳边 传来了王林的神石之音 这神石啊 白衣女子熟悉 正是让她休脑的存在 可眼下听到这个声音呢 却是神色立刻有了变化 是你 在其话语出口的瞬间 这已然收缩将要闭合的裂缝 突然一顿 那白衣女子压下心神的震惊 知道此刻不是细问的时机 脉步中直奔裂缝 转眼之下临近裂缝 一步迈出 在其脉步出去的刹那 她转过身 美目深深地看了一眼身后古墓 隐隐地 她可以感受到王林神石的存在 复杂之色一闪而过 她想到了之前 地方神石在自己身上停留 那种全身被看光的修脑 已再次浮现 转身迈出裂缝 在其出去的瞬间呢 这裂缝骤然收缩 消失在了太古星辰 王林神石退去之前呢 以这墓地的意志 将这古墓封印万万年 那长尊在吼声中并没有死 她定然知晓 这白衣女子进入古墓 若是发觉对方竟离开 会不会心中起疑呢 若真的起疑 也不枉费我的一番动作 宫殿内 坐在座椅上的王林神石归体 因神石与这古墓意志有了融合 此刻 她坐在这椅子上 再没有了半点排斥之力 她神色平静地坐在那里 目光如电 遥遥望着前方破损的虚幻大网内 被之前一吼之力卷动的拓森 此刻的拓森极为狼狈 身子血肉模糊 露出森森白骨 那残存的血肉正在急速地蠕动 飞快地愈合恢复 这个机会是极为难得的一次 拓森重伤 换了任何人 此刻都会毫不犹豫出手 但王林没有 他是古神 拓森也是古神 古神应该有古神的尊严 这种情况下的一战 若是没有七星之前 王林会不假思索出手 但眼下 他想与完整的拓森一战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必须要如此 你古神星点多次碎开 尽管被你不知以什么样的方法恢复 重新达到了八星 但终究还是不如当年了 王林坐在那椅子上 居高临下 一股霸道的气势 从其体内缓缓散出 融入其声音中 落入拓森心神 拓森沉默 加快了恢复肉身的速度 他修为自朱雀星脱困后 便占据了图丝的肉身 图丝的肉身 为存活了万古岁月的八星王族古神 王林的眉心七颗星点 旋转着 他的幼木内更有魔器成玄 凝聚古魔之心 只不过王林获得传承 因没有了古妖之力 故而不完全 这古魔之心 无法完全凝聚彻底 除非啊 他拥有完整的古魔分身 古魔分身 若是换了其他地方 或许很难寻找 但在这古之墓地 尤其是这宫殿内 却是可以找到 那在之前的震动下 并未消散的 一具具古之三族石化尸体 此刻还有一些存在 其中有一尊千丈大小的古魔尸体 保持着其生前的争鸣 在诸多的三族尸体内 很是显眼 王林右手抬紧 向前虚空一抓 轰然间的 这尊古魔尸体 直接飞起 落在了王林身前 被他的右手 按在了其身 可惜 这里没有王祖古魔 这具尸体 也仅仅有一些 王祖古魔的气息罢了 王林右手 按在那古魔尸体上 右目轰然间 魔气纵横 顺着右手 直接涌入这古魔尸体内 被王林封锁在体内的古魔气息 极为磅礴 此刻轰轰而出现 那古魔石化的肉身 如同一个无底洞 不断地融入魔气 王林就这样坐在那 体内魔气顺着右手 如怒浪之江 涌入其身体之中 他的双眼 始终望着前方 那虚幻大往后 正急速疗伤的托森 给托森时间 除了要给其尊严外 更重要的是 王林也需要时间 他不能起身离开这座椅 去站 这座椅眼下尽管没有了排斥之力 但正是因为排斥之力的消散 其内也同样的没有了 那让王林红眼的传承气息 冥冥中啊 王林有种名物 若是自己起身了 即便再次坐下 也将不会再有任何传承出现 这是他神识 与这目的意志融合后 获得的一丝说不清的名物 所以他不能起身 因为仅仅传承 让自己成为了七星骨神 王林并不满足 他想要更多的传承 他要让那排斥之力出现 唯有如此 那传承的气息 才会一如既往的数倍暴增 从第三层那跳动的心脏内 逼出 让那排斥之力再现的方法 只有一个 王林目露果断 尽管此刻破森在外 尽管那排斥之力凶险无比 但他不甘心放弃 所以他在墓中果断之色 闪过的刹那 毅然的斩断了自己的神识 与这墓地的融合 轰然间 在他神识与墓地意志 被斩断的刹那 这座椅内 再次爆发出 那惊天动地的排斥之力 与此同时 那存在于第三层的心脏 更是跳动中 有一股股传承气息 轰轰涌入座椅内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尔登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重色營灭地的身体 在这次的层下